大家好 欢迎回到来望向编辑部的六点钟新闻报道节目时间 今天就是2022年1月31号星期一 旁晚六点钟时间 今次有个许柳山 许珊 请大家like我们这段片 留下言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channel 正向报 浪冷气 三个youtube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天在牛年最后一次跟大家做这个六点钟新闻报道 明天年初一 初二 初三 这三天的六点钟新闻报道都要暂停一下 我也想有三天的下午可以去松一松 处理一下自己平日都很难去处理的东西 怎样都好 香港早晨时段都是会继续陪着大家的 不过有人就不能够再留在政府的团队里面陪着大家 当然他都可以在不同的岗位上 再一次或者叫做继续为香港市民服务都可以 这个就是今天的主角 徐英伟 随着牛年的结束 他在政府团队里面的政治生涯 也都叫做结束 在今天的中午时份 就说他自己 出了一个声明 说自己已经向特首 提出 辞职 他有一个小小的声明 不如读给大家听 他就说 我已经在今天 即是1月31号 向行政长官提出请辞 并计划 在今天 离任 作为问责团队里面 负责抗疫 主要的成员之一 在疫情爆发的情况下 未能够以身作则 以防疫为先 在1月3号的时候 就出席了一场宴会 当时就有失当的行为 他应该为自己错误 行为 承担你的责任 决定 辞任 民政事务局局长一职 感谢能够有机会 加入政府 为香港市民服务 也都感谢行政长官 和其他的政府同事 和各界的友好 对他的支持 和指导 终于要和大家say goodbye了 摇摇样样都 一段颇长的时间 虽然 你说他究竟 有没有想想 会不会想继续留下 如果你问我 从之前的蛛丝马迹来看 他有想过想留下 何解呢 大家还记得 当他 刚刚 去了竹高湾的时候 又说自己什么 没有偷懒 反思自己 今次的行为 也有说 他没有放下他的工作 仍然 继续 很努力 研究政策 又看什么 条例 又想想 接下来的什么防疫抗疫的措施 就是说自己 仍然对工作 都叫抱有这个热成 即使 如果他犯下了这个 那么严重 在他的职责上的 违规行为 也都知道自己 是问责制的官员 究竟他觉得自己 怎样去问责 是不是不做 是叫做最好 即使 代表他一开始 在竹高湾 动起床板的时候 都是觉得 有点 机会 何解 会想想想 或者 件事发酵到 今时今日 就会觉得 辞职是最好 这个不知道 也都有 记者 在记者会 问 林郑 这个 差不多的问题 林郑 只可以回答你 他说 我不可以代他回答 我都不知道 或者当中的细节 真是可能 他们两个自己 才知道 对于今天林郑月娥出来的记者招待会 除了 除英伟以外 也都有交代 整个报告 调查了什么 出来的 有一个位 都挺令我哗然的 原来 除英伟当时 是没有 安心出行的 不单止他 还有 欧家宏 入境处处长 还有 退休前 休假的 海关关长 邓尔海 三个都没有 安心出行 不过 后面那两位 因为没有 进到餐厅 所以 不用 也没有 叫做 违反法例 但是 你看到了 除英伟 连安心出行 都没有 还有 在里面 没有戴口罩 来跟 其他人 聊天 也是涉嫌 违反了 相关的法例 不要再跟我说 好像 何君耀那些 什么 犯法 即使说到了 之前 也有 民建联方面 帮忙支持他 希望 可不可以给他个机会 如果 他两方面 都坏了的话 我觉得 他真是 自动辞职 是最好不过的事 说回 今天林郑月娥的记者招待会 其实 很值得 大家去 看一看 去参考一下 去学一学 有些位置 很值得学习 从他的衣着 到他的 讲 徐英伟 整件事 那个问题 来龙去脈 他铺层得很好的 证明 他的班底 功力 都相当深厚 当然不是他 写 他最多都是 承认 我尝试 简单地 把林郑月娥 他怎样演绎 徐英伟 这段 分享给大家 首先 他的衣着 是比较素色 深灰色 或者 浅灰色的 圆嶺 T在里面 外面 有一件深色的 衣 神情来说 都是 严肃得来 又不会说 黑口黑面 他首先讲到 徐英伟 他的角色是什么 他这位官员 在防疫抗疫里面 包含了什么 说他一直都有高度参与 抗疫的工作 是行政长官 督渡委员会里面的 核心成员之一 他在12月31号 即是上年 以及 今年的1月3号 都有参与 这个叫做抗疫会议 他领导的 民政事务局 包含了 民政事务总署 以至到 18区的 民政事务署的首长 抗疫期间 大家都见过他 很多次叫做落区 也有份 帮手指挥 这些遗风 强检的行动 也会为同事 打气 见下传媒 聊天 全部都有 因此 相对于 其他的官员来说 他因为 应该有更加高的 防疫意识 和敏感度 才行 即是 他是亲身在最现场感受到 遗风 和现在 疫情的 危机感 和严重性 这方面 我保 因为怕有些人 不明白 究竟 随英伟 这个局的局长 那个身份 和负责的范围 究竟在哪里 一定要首先告诉 他 在防疫 抗疫里面 牵涉的范围 有多大 和有多前线 还有 刚才说到 有一个叫鼓励性的作用 大佬 带头鼓励你 和你打气 那个 叫你做好 那个人 竟然自己 带头 安心 出行 还要 随着 参与 这个 生日会 即是 放了工之后 就蹦蹭蹭 你 就在 遗风 强检 他去了 做一些 不跟 防疫抗疫 相关指引的东西 你怎样去 下来跟我打气 不是吧 打你两巴 这个就是我 站在一个 前线人员的角度 这样看 之所以 为什么 他那天那么过分 那么离谱 林郑在这一点 就可以说 说了个 给大家听 说他在1月3号 就出席了一个 人多聚集的 非公务宴会 贸流 接近两小时 无用安心出行 甚至 涉嫌 违反了 配戴口罩的防疫规定 说他这样做法 令人相当失望 也都难以 避免令到他自己本人 和令到特区政府 非常之尴尬 构成了 公众的 负面观感 也都说到了 除因为 在疫情 转趋严重的 问题的 前面 竟然长时间 出席一个 这样的 群众聚会的宴会 承受着 染疫 以及 会有一个 负面的 政治观感的风险 反映到他的 警觉性 和敏感度 严重不足 在使用安心出行 和佩戴口罩方面 又违反了这个法例的规定 明显 就有违这个 政治委任制度官员的守则 也不符公众对主要官员的期望 简单来说 即是三方面 法例也好 官员的 守则也好 甚至 对公众的期望 三方面 你都炒了 怎么可以 让你继续留在这里 但我们听回 林郑 整个 记者会里面 没说 她不适宜留在这里 算是 移中留情 也说她应当 要按手 停止条文 来处理 徐英伟这个案子 由于这个个案是涉及主要官员 林郑月娥都说 早前已经向中央人民政府报告了整件事 所以为什么 要搞个报告出来呢 就是这样 不可以 这么片面之辞 对不对 也再提到 原来她在早上的时候 已经收到徐英伟的书面辞职通知书 说徐英伟自己说 要为自己的错误 承担责任 林郑也说 认为这些是体验 文责制的精神 也都接纳了 她的辞职 也都会按照基本法第48条里面的第五款 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议 免除 徐英伟文政事务局局长的职务 我想其他善后的工作 林太应该已经 plan好了 另外整个报告来说 他说邀请出席 本身就不存在这个计论问题 他说所有 15名的 官员 和洪惠民 都有 不同程度的工作关系 涉及到科技 或者青年合作 等等 当日的宴会出席的人数 高峰时候 在晚上的9点 打后 有 9位的官员 在早段的时间出席 即是大概晚上的6点 至7点 当时的奔客 相当之小 真的 真的打个招呼 就离开了 而其中有4个 比较迟 晚了才到的 出席的时间 也是很短的 发展局的政治助理 冯英伦 出席时间 就比较长 刚才提到 有3个都没有 安心出行 另外刚才提到的 发展局政治助理 冯英伦 他自己都有 爆出来的 就说有喝过酒 可能 就有参与 唱K 不过就不记得 有没有全程戴口罩 究竟有没有唱K 一边唱一边戴 就不得而知 至于冯英伦 林郑也有吓他 说他当晚逗留超过4个小时 都不知道是不是那么好玩 作为 政治的委阴官员 需要避免在人多的宴会上逗留 发展局局长也对他作出口头警告 另外 一个就是创新办的 副总监 冯浩然 林郑也说 出席活动 本身是可以接受的 不过他 1月6号下午收到强檢的通知时 就没有 马上通知上司 更加敢死 7号的时候就回办公室 将同事 处置于一个 染疫的风险当中 创新办方面 已经按着 公务员的纪律程序 对他作出口头警告 之后有些 记者问 口头警告会不会 有种不痛不痒的弹者 林郑也说 关于公务员的纪律处理 不是行政长官的责任 是有关今次的验汇事件 是由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去调查的 调查之后的看法 亦都觉得 认同他的处理手法 口头警告 都是纪律处分的一种 也说 对于冯英伦和冯浩然 两个所犯的性质 都未算是很严重 公道起见 他都觉得是一个适当的处分 所以 之前 我见到 民建联 禁岚 徐英伟 如果当他们知道 原来他是没有 安心出行 和这样 徐罩 高谈阔论 我不知道这个位 他们知不知 如果现在他们知道了 我想都有些点尴尬 因为 你是防疫抗疫 最前线的 大将 你竟然 带头做这些行为出来 如果你问我 我真的不能够接受 我不吠爆你 都不叫林郑 假如我是林郑的话 我不知道大家怎样看 有些人说 最不致死的 又说 这些违法行为 最多罚钱 不是罚不罚钱的问题 这些 是一个 官员的 叫做 道德和操守 如果你的道德和操守 都是有负 公众的期望 不得的话 那我怎么给你做呢 是不是 你都做不到 带头作用 车犯法 罚钱 如果用这种态度 你怎样 去服众呢 叫市民去根基 即是等于那些黄友 那样 拉到他 罚五千 或者罚五千 的时候 呱呱吵 就是一样 就像那个 之前什么 吉吉烧 就是九华径 那些 你拉到我就罚 那种 态度 如果你是主要的 防疫抗疫官员 你自己又开会 又叫市民 这样的 那样的 原来你自己都不做的 你怎么 带领这个团队 叫人 什么 安心出行 这样 那样 那这一下 太过欲酸 欲酸到爆炸 不要跟我 学哪个 朱队友 朱卫星医生 但是呢 都可以继续服务 香港市民的 那去民建联做 或者做些什么呢 这个不得而知 甚至乎去工联会 做都行 不一定要去民建联的 总之呢 能够服务社会 都行 开个NGO 又行 开什么都行 什么都可以 很多不同的方法 做慈善 又行 你说好像 深水埗明高 那他就能帮 社会呢 也是 服务社会 古天乐 是不是呢 做很多 不同的善事 香港 内地 两者两地还可以结合在一起 互通这样去做 那这些呢 亦都是 不是官员 但是呢 为那个社会 带来 一些很正面 一些很正向 很正能量的 帮助 都是服务香港市民的 不过是另一类的服务 那因为他们两者都不是讲求这个叫回报的嘛 你做 局长呢 有人工的嘛 是不是 那另外两位呢 邓以海 和歐家宏 都真的算好 那不要 捉住他们两个 就是这样 好了 那回来说 说另一些 新闻 虽然 都知道 过新年 都要讲一讲 疫情的问题 大家都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 那今天呢 仍然 可以说 终于 回落了100宗以下 不过呢 今天呢 仍然有13宗 没有源头的 个案的 还有 葵聪邨 今天都新增了5宗的个案 包括日葵楼 都是有2宗的 明天就年初一 好了希望大家 跨家庭的聚会 真的要小心小心 或者会不会 都尽量多些戴着口罩呢 甚至乎 全程都不要脱下口罩呢 其实 你不脱下口罩都能够 跟大家讲声恭喜发财 那你说可能要吃年糕的 或者可能要这样那样的 或者不吃 行不行呢 不喝行不行呢 这个就是自己个人的选择 可能你说 你不用去拜年了 那你说口响 每个不同 我都讲到自己各自的考虑 对不对 不过怎样都好 最重要 大家 打了疫苗 和要 安心出行 才是最好 刚才提到 葵聪邨 没办法了 葵聪邨 三个字 如果我问你 不如我们在葵聪邨等 哪里哪里 你一定会 蛤 不要吧 这样玩 你不是玩东西呀 去到今天 都有零零星星的 叫做 确诊个案 大家对于这三个字 都会害怕了 以至到 他们 葵聪邨里面的商场 都非常之叫 惨胆 有记者就去过商场 看一看 发觉 八成的铺 都没有 开门 大部分都 贴了 因为疫情关系 暂停营业 甚至乎 连他们的葵聪街市 都不敢开档 就算你说 你可以开的 为什么你不开jack 因为他担心 有一些 确诊者或者初步确诊者 跑了下来 那到时不是太败 到时铺 不单止是 没有那个 生意 甚至乎 好像刚刚那些 仓鼠的 小铺 宠物店那些 开回来都没有生意 那当然是宁愿不开 比开 到时都不知道有多长时间 都没有人敢来 因为现在最怕 自己的 铺 上了一榜 不过啦 虽然不能够在葵聪邨 去买东 都能够 去到 荃湾 和大窝口 那方面 就叫做 购物 甚至乎 有些亲戚都说 不敢 过来 葵聪邨 摆帘 那 有点 过分 记住 不要太过 标签人 好吗 因为最怕 那些人 整个葵聪 都不敢 会不会夸张到这样 这个 不得而知 还有 林郑 在刚刚的记者会 原来也有说多一件事 就是 他本身都获得中央政府邀请他和他老公去参加东澳的开幕礼 他说不过 隔于香港疫情的问题 他已经 远距了中央的邀请参加这个开幕礼 我想他都想过去看看 不过 防疫抗疫的工作更加重要 而且 刚好 徐英伟 现在就 真是 刚刚就来大家移去 是不是应该要 多一些人手 自己留在那里协调一下 帮一下手 什么都好 是不是 那说回先 徐英伟 本身的 Facebooker的官方专业 就已经铲了 有些网友问我为什么没得看 我说 铲了 因为他自己 不过我们都copy了某一些 资料出来 有机会 再跟大家再继续分享 怎样都好 让他静一静 过完年之后 才再想 究竟有什么去向 是吧 起码 对他自己走 感觉上都叫好 一点 好了回来说 最后一样的 有创意 和挺搞笑的 新闻 好吗 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 在 今天 都很想团团团团团 一起 一家人团聚的 当然了 很多这些泛民友 或者这些 黑暴友 很多都在 浴宗 或者 还压着 蹲着 竟然 见到这个金浩望神父 还有 圣公会的牧师 冯志活 趁着今天年29 走到政府总保 去抵讯 交了一份 什么联署信 这个联署信 变得很多 收集了 14个 环球天主教 和基督教 有领袖的 联署信 促请 都是天主教徒的特首 特赛 特赛是谁 黎智英 和其他的政治犯 其实 香港有没有叫政治犯呢 我听到这个 三个字 都很好笑 没有政治犯 我们看看 黄之锋 那些什么 违政总 违警总 周庭 非法集结 这些全部 都是困困声 的违法行为 黎智英 还有 他现在 都不是说 因为港区国安法 主要来说 都是那些 非法集会 和这些 善惑他人 去参与这些 游行 这些集会 我们要记住要分开 当然 他说这些 集会 是因为政治 而起 记住 法官都讲了很多次 法庭也提到 写了千万次 说 你有多崇高的理想 也好 有 多宏大的 志愿也好 都不能够 潜阅到 法例 不会因为你 为了这个 香港的 民主自由 违法 去搞这个 游行 都叫做OK 或者搞这些集会 都叫做批准的 如果是的话 那你们就用什么呢 要走去 向警方申请这个 不反对通知书 一惹过 直接搞就算 你们就是不行 但是 继续要去搞 很明显 已经有违法的冲动了 不可以说 我是争取民主自由 大交叉了 还说 金神父说 希望特首能够给他们 苦年一家 团聚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 那些黑暴 那些暴徒 出来扔砖 汽水油多 坦字 烧警署 破坏港铁站 这些全部都是政治犯 来的 因为他们有政治的五大诉求 为先 总之 每个打着五大诉求 为口号的人 什么光时 那些 就是全部都是政治犯 全部都要释放 你瘋的 这么瘋的 这帮人 即使你说 电单车黑暴 要去坐这么多年 都是 觉得他们是政治犯 不应该坐 这么瘋的 为什么呢 又说 尤其是最担心 就是74岁的黎智英 担心他的余生 都会在监狱里面 到过 形容 是悲哀 和不公平 绝对没有 你觉得这么不公平的话 那你就去 上诉 你可以上诉的 其实 黎智英不是 没试过上诉的 例如他不能够保释 当时 还记得 他在短时间 出了来保释 然后 还请了 小提琴手 又说叫了 谁来 在他家 开过圣诞party 黎智英 老友记 但又没有 陈方安生 有 李柱明 杨芯 这些 这些 现在大部分 删就删 坐牢就坐牢 还有些 铁头人 很开心 现在找到 联署 那些我想都是不要理你的 还说 他们这些政治犯 被他们受的苦 非常之大 如果我们这样都萎缩的话 真是很对不住他们 你都瘋了 这班人都挺好笑的 走去 说要向他们 特赦 都瘋了 真的瘋得挺云长 别怪我 说这些 神职人员是瘋了 我觉得太过夸张了 何解 你自己都知道的 是不是 真的违反了香港法例 亦都经过法庭的审讯 全部东西 都是 你可以 去法庭听审的 全部东西 都放得在阳光底下 判决书又有 网上又找到 新闻又看到 他家人又知道 你跟我说 不公平 政治犯 你都瘋了 瘋了 瘋得 相当可爱 没想过 牛年 拉士 有个这么好笑的笑话 我刚才 搭车的时候 看到这个新闻 我都笑得怕在这里 我差点以为自己看错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 跟着一起 觉得这么好笑 好了 我们今晚 再做了这个 牛年 最后一个晚间直播 一起开心聊聊聊 迎接苦年 好 今节来到这里 预早跟大家说一声 恭喜发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